在創作的世界里,有很多手法和元素原本就是会被大量的不同作品重复的使用上 但为什么某些作品同样用上相似元素,却从来没有被观众联想在一起过 有些却会,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在开始说咒术、徽章和唯人者的关联性之前 这边先粗浅地讲一下故事结构组成的基本概念 这样应该会比较好理解我后面想表达什么 基本上一个故事的组成就是由好几个情节去组成一个分场 再由好几个分场去组成一个篇章 再由好几个篇章去组成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作品 所以一个海贼王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作品 而每座岛都是一个篇章 比如说水之七岛或顶上战争 就各是一个篇章 当然,每个篇章其实也有每个篇章的故事 比如说某个篇章是乔巴的故事 不过总体来讲最后会组成一个 鲁夫成为海贼王的故事 也就是海贼王这个作品 所以以顶上战争来说 整个顶上战争就是一个篇章 现在在讲艾斯这边就是处刑台上的分场 而白胡子被传员背叛和艾斯为了救鲁夫而死 就是分场里的一个情节 不过要特别说一下 分场里也有可能没有情节 比如处刑台这边 只有艾斯跟卡普的一些对话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话 就是没有情节 然后分场就结束了 也是有可能 所以说一个故事里有很多篇章 一个篇章里有很多分场 一个分场里有很多情节 而情节里其实还会有很多小细节 但因为小细节不见得会跟故事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太算在故事结构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在不同作品用到类似的情节是再平常不过的 比如说某人不顾一切冲出来牺牲自己 救了差点被干掉的人 或为了某人的关系用上某种特殊力量 然后反应一个原本应该屌打自己的对手 这都是被频繁用上的情节 所以这没什么 即使是在一个分场里 用上的相似的情节不止一两个也算常见 一般观众甚至连发觉有相似可能都不会 因为情节产生的原因不同 出现的顺序不同 感觉上就可能完全不像了 更不用说要去想到致敬或吵醒 但现在如果有两个作品 在篇章里用上的主题很相似 篇章顺序也有相似 在篇章里的分场有相似 在分场的顺序还是有相似 在分场里的情节有相似 在情节顺序都有相似 而且一直到了细节还是有相似 你会怎么想 那就是火影忍者跟咒术回战之间的有趣关系了 接下来 不管咒术回战的作者亲自说过什么 或者谁说过什么 都先把那个摆一边 我直接从第一话把两者摆在一起对照 一步一步推进下去 不管是你觉得像或者觉得牵强 那也都先摆一边 重点就只是摆在一起对照看看而已 首先两者在第一个篇章的目的都一样 介绍主角体内的怪物 还有怪物是如何进去体内的 不过咒术回战是未发生事 直接演给我们看 火影则是过去事 故事边走边带到 接下来是细看到情节的部分 为了方便对照 后面我都会把咒术回战的主角称之为咒术名人 第一个 咒术名人和忍术名人在一开始都跟一个老师有互动关系 然后他们都因此必须向老师展现自己的能力 而做出的成果都导致老师惊呆了 然后接下来咒术名人去了哪 咒术名人去和一个即将完蛋的白头发角色 来了一段有温度的对话 而在这同一时间 忍术名人也去和一个即将完蛋的白头发 来了一段有温度的对话 而且两边的话题都提到了有关墙的事情 接下来 忍术名人去偷走了机密拳手 而咒术名人早就偷走了手指 所以两个都被抬到了 而且在两个故事里 真正要那个东西的都另有其人 被找上的人都没有真正的要那个东西 所以事情就都不能在两人之间解决 必须拖进更多人 陷入更危急的场面 让故事的低话都因此可以开始激烈起来 然后两边都为了拿回那个东西展开了乱斗 接着两人都吸收了某个东西 并且因为那个东西突然变很强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从创作者的思维来说 想仿造别人的做法看的是概念 而不是表面上的行为 在这里的概念就是 一个普通主角 遭遇了危险 吸收了某个特别的东西 因此获得了力量 并用那个力量瓦解了那个危险 也因为那个力量糟糕了观众 接下来有好戏可看了 所以如果我要仿造这个做法 想当然别人吸收的方式是吞下某个东西了 我不能再吞 那就用阅读某个秘密文件来做吸收的动作 或者是继承某某人的力量 然后别人已经用增加力量和速度来做获得力量了 那我就用师长高级忍住来做获得力量 才不会太像 所以你不能反过来说 因为一个是吞手指 一个是读取竞数 所以不一样 创作的概念不能这样看 然后名人在干掉水墓之后成功毕业了 就偏偏在这种时候拍出了这样的毕业照 都是在事情结束后的时间点 我明白 应该会有人觉得太牵强 但如果你用刻意自尽的角度看了 那就真的很有巧思了 因为在前面的情节发展逻辑 还有情节发生顺序都很相似的情况下 就这么刚好在这里又有这样的萤幕可以呼应 是碰巧还是自尽就看了自己了 接下来就是两边的老师登场时刻了 最广为人知的咒术卡卡锡和忍术卡卡锡 这里有趣的点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两个人只有设定的某方面像而已 但其实不只是角色设定像而已 以这里来说出场的时间点像连出场时机的逻辑都一样 主角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两边作者都选择在这个时刻派出老师 而两边的老师的定位也一样 并不是真正带着主角变强的师傅 只有在一开始给予过基本指导而已 更多的是因应主角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需要一个够强的人来做专门的管理者 而这两个相似之处还不止如此 后面会继续提到 第一个就是 这两个卡卡西都是迟到惯犯 然后在见面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战一下 这就是个有趣的点 或许会有人认为时间序明明就不同 咒术卡卡西对战的时间点其实更早 只是回顾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有趣 因为咒术回战明明也可以照着时间序走故事就好 但就是选择了用回顾的方式 把情节顺序调动的跟火影忍者一样 先以正常状况见面 之后才有开打的画面 因为其实咒术按照时间序走故事的话 咒术卡卡西第一次露面就压制住咒术明明 也可以有定调它是个强大管理者的效果 没有不好 但就是被安排成和火影一样 先里后拼的做法 而且两个人在战斗之中都有从后面来的动作 并且都喜欢伸出迷样的手指 不过相较之下咒术卡卡西比较温柔 忍术卡卡西这边就没再跟你543了 然后两边的名人就都拜倒在卡卡西的手指之下 没在543的这边想当然拜倒的更狼狈 然后在这之后呢 咒术名人被带去检视是否具备成为咒术师的资格或条件 忍术名人这边也是 然后很有默契的都先被打枪了 而且都打枪的很不干脆 打枪完都一样还在等答案 然后都在等的过程中施压 然后施压完没多久都立刻合格了 两边都没有把试炼的情节做得更繁杂 都只是稍微待到就过了 然后咒术回正这边终于想起来又致敬小鹰了 两边初登场都露出一模一样的表情和类似的脸部效果 而且看来在咒术小鹰的眼里 对这两个人印象还蛮如出一侧的 都像会啃彼此的相巴佬 而且都对他摆架子 只不过咒术小鹰并没有喜欢佐助 一样还是那句话 至少挑某个地方不要一样 而且看到这张图我才惊觉一件事 咒术这边的衣服就刚好都高领 而且咒术名人就已经是变幅了 还要刚好白色高领 然后耳边的头发是黑的 活像有绑护而一样 接下来三人集聚后的第一场测验 针对的是小鹰 其实忍术这边中人考试时 小鹰也被针对测试过 在测试过程中很明显 忍术名人比较喜欢有毛的小孩 然后他们的下一个任务 两边都预告了 可能会遭遇超越能力范围的敌人 其实对懂的人来说就会嗅到 这样设计大概是要让某人发威了 那谁会不知道就只有咒术名人跟忍术名人可以发威 然后在这个任务中 两个名人都 他妈的 刚好又伤了左手 然后任务走走走 那个超过能力范围的家伙出现后 两边都有人吓到动不了 两个敌人都只想穿裤子 然后因为敌人太强的缘故 两人都被逼到线路一样的状况 回忆过去一幕幕 然后在这之后就爆发了 而且都是因为卓柱的缘故 卓柱都是那个启动情节的点 再来就是卡卡西的部分 在部长是活影里面第一个让卡卡西有机会施展能力的对手 咒术卡卡西也遇到了咒术在部长 让他第一次施展多一点实力 两个都是有赢邪笑容的Gentlemen 然后两边打一打都很帅气的用单手挡攻击 然后就是卡卡西本社了 准备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施展大招 卡卡西在前面先用手指让名人臣服于他 现在要施展大招 变成是要拉开穿在身上的某个东西 也难怪人数卡卡西热爱某某天堂 这实在让人很难不去联想 咒术卡卡西叫咒术名人看电影来修炼 是不是自己有藏一些什么其他电影没拿出来的 接着看来两个卡卡西的实力都让在部长很是惊讶 然后一模一样的两个在部长都想用大招解决卡卡西 可是都反被卡卡西用一样的东西干掉 咒术这边是同样用领域展开碾压对手 忍术这边因为是拷贝忍者的关系 所以是用一模一样的人数压制回去 然后两个在部长都在准备被干掉的时候有人出手相救 而且这两个明明都被救了都还是很不爽 接着在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忍术名人他们回到仁者村 遇到了他当时还不知道是谁的人 也是在后面是一个重点角色 你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 吴艾罗 他是除了第七班以外第一波露面的其他下人 那在咒术这边是谁?第一波露面的其他学生 熊猫 你看得出更多点了吗? 都是黑眼圈都黏着一棵树登场 就这么刚好什么都不挑 就刚好挑一个黑眼圈的 什么更好的登场方式不用 就硬要也黏着树 要这么偶然 要这么臭巧 根本耗尽八倍这缘分了 那为什么我艾罗会来到木叶忍者村 胖达要登场 宣布交流会 宣布中冷车夜 而且都有友谊性质 不管你要用什么说法 反正就是以交流为名 把一群人聚在一起打就对了 因为这样有激烈的东西可以写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情节 你要说不是致敬 那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说了 交流赛才宣布完 下一个情节就是 冒出一个体数男想要跟佐助对打 而且咒术这边还应要表现 体数男喜欢的女人类 佐助不喜欢 就跟火影忍者这边的 体数男喜欢小鹰 但佐助不喜欢一样 而且两边都不是什么稍微五五波 都是单方面压制 而且都要打到这种 喷吐一堆血的程度 然后两边都被同样四肢 爬在地上的生物给阻止 然后都有一条长长的东西拉住 接着下一个篇章 两边都进入了交流赛 拿出地图来都限缩在树林里 然后就开始了 接着在这个交流赛之中 两边都潜入了魔王级的人物 而且都在不久之后就现身 扰乱整个交流赛 然后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思考了很久 这个角色刚登场的时候 我一直把焦点放在他眼眶那黑黑的部分 在角色设计的角度来讲到底要干嘛 感觉对魅力好感度好看度都还好 或者说让角色更有个性更黑暗 好像都还好 真的是蛮突兀的 但就是因为突兀感 所以倒是有点阴阳怪气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画面里有什么 一个眼眶黑黑的角色 拿着有任武器 想堆一个首领级的老头不利 于是我看到了同样时间点的火影忍者 一切豁然开朗 就这么神乎其境 在前面已经有一堆东西可以对照的情况下 还有办法继续在后面 只花一个页面就中了四个元素 那些老实说要讲这是抄袭也没什么意义了 然后在墙外就冲出一条一条的东西了 然后在战场内就开始有一堆树干在冲来冲去 然后某人就出现周应了 而且两边都是被敌人强加的 然后都是一开始以为是坏事 后面反倒对战斗有帮助 然后你可以数一下这个影片到底用了几个 然后接着摧毁忍者村的行动结束后 有个重要人物登场 小为了抓荣系出动 这个篇章在顺序上就不一样了 终于有一个篇章顺序不一样了 但主题还是类似的 而且咒素佑就已经穿上袈裟了 就还是有办法跟忍素佑有强烈记事感 额头上也硬要有一条拔痕 相信我下游节身体被占据可以有太多做法了 心脏置换 体髓液 灵魂等等 设定都是作者够厉害就能够说的算的 当然要说是致敬电影人魔吃脑情节也是可以了 然后两边的小登场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坐下来好好来个下午茶 接着在宇治波加的人出现之后 火影忍者这边的下一个重点情节就是 忍素佐助的哥哥和忍素卡卡西对战 就在同一时间点咒素回战里面 咒素佐助的爸爸也和咒素卡卡西对上了 卡卡西真的是偷了一只人家的血人眼之后 跑到哪个作品都被于智波加的人追杀 就在他们激烈对峙了好一回之后 忍素卡卡西中招被一团黑客包围 然后咒素卡卡西也不黄多了 硬是也被包在一团黑里面 然后忍素又对卡卡西说 会一直用刀刺进你的脖子 咒素卡卡西就被刺了 两个卡卡西就都被于智波加的人给用刀子刺了 然后两个卡卡西就在同一个时间点倒下了 把卡卡西解决后又终于找到了名人 而咒素小这边也找到了咒素名人 当然咒素这个情节在时间序上跟火影不太一样 不过祭祀感还是很重 都是突然现身从上到下的事业 一种被裂捕的角度 不过祭祀感更重的还在后面 两个人都在那边察觉对方脸上的特征 都在那边和谁谁谁一样 在火影忍者这边紧接着而来是左柱找到右 然后被秒掉结果左柱为了获得力量决定离开忍者村 让四个人封印带走 结果咒素这边的下一个重点情节就是 一样很重要的角色被四个人封印带走了 接着就是出动一批人去把他带回来了 然后在营救过程中忍素名人被一个白头发弄得不要不要的 在差点被干掉的时候 提速男冲出来成为了名人的帮手 咒素名人也刚好在要被干掉的时候提速男也出现了 然后他们的战斗场面真的是很有既视感 在二打一的情况下白头发不得不变身了 然后就从身体插出一些隐隐的东西 这边的白头发也是 然后两边的白头发大概有同样的血迹限界 变身都会长尾巴 不过那个硬硬的东西在什么硬 二打一的情况下手上的硬物还是得断吧 该给主角方的面子还是不能少 就在白头发落败后 开始了一个人追另一个人的画面 这里也在追 忍素名人追着佐助 但佐助追寻的是忍素佑 这里也在追咒素佑 在名人跟佐助对战的过程中带出了 于智波又是如何引起仇恨变成坏了 杀了全主 嗯 在这边咒素佑也没少做事 同样杀了全尊 而且两者都要连父母都杀 而且两个人都没有当场立刻被抬到 都要成为叛逃者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 达棉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